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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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我们 简单给各位提要来说明的 《论说戏曲眼镜时之建构》 你看这个题目 那真是大的不得了 而且要建构 所以他一定要追溯 所有的研究历程 也要照顾到怎么样 现在的研究成果 同时要发现 现代的研究有哪些缺失 我们应如何 去补救它 去纠正它 然后更做的是什么 更建构一个完整的体系 去做不同的呈现 可是 这么大的题目 我才写了几页 现在已经 50页 50页 50页大概有几万支 应该有4、5万支吧 大概4、5万支 大概4、5万支 是很难的 这样的一个题目 各位 为什么 为什么 在最后才呈现出 论题呢 的止去呢 的最后成果呢 因为 戏局远近史 不是一朝一夕 不是一朝一夕 可以完成的 所以它有这样的建构 直处建构到最后 而目的也是在最后 否则的话 这样一个题目和内涵 就会怎么样 好像呢 文不是十分对题 文不是十分对题 因为你的题目 到最后才呈现 你要论述的 到最后才呈现 但是为什么 可以这样子呢 因为戏局远近史 就是像一个 长江大河 长江大河最后的 最重要就是 出海口的长江之水 出海口的长江之水 如果做科学的分析 那么 如果广大的空间 时间 所汇聚啊 成的是不是都在这里啊 所以有这个成果 没有前面那些事 不可能呈现 因此呢 我们才用这样的题目 这是第一 第二 凡是一个论题 最开头的切入 就是你隐言里边 为什么用隐言呢 因为 它不是一个书 如果书的话 就是长篇大论 就用序论 最后就不能用结语 最后就要结论 就一个书来说 前后分量要重 因为它是个语言 一个解 所以在一篇文章里边 我一向觉得 它的分量轻重 是不如这个正式的论题 所以 不入章节 我一直坚持这样的一种结构法 它就好像什么呢 我们书桌里边 摆的这个书 你用书的夹子 是不是两片这个皮 铁皮就夹住了 里边的每一本书 是各自独立的 所以这个夹子 就是未来要建过这里边的书本 让它 这个整齐层次 能够合好为一体 只是这样子 而现在呢 常常把章节 一篇文章 你这个演员 节语都入一章里边 这个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何况一般的节语演员 它分量是比较低的 可是因为我们题目大 所以在这个 演员里边 包含的呢 就比较 内容多一点 比如说戏曲之认知 像这样一个题目 你可长可短 可以写了很多 那是对一般性的 可是呢 为了这个题目 你要提要它的这个 重点所在 所以戏曲之认知 我们只花了三月 两月半还是三月 如果各位把这个戏曲之认知 仔细地读 你如果要给它做建筑 那十倍的怎么样 篇幅都建筑不来 但是这个是给什么呢 给你对戏曲史 已经有深度的研究的人来看的 戏曲认知应当认知哪一些 哪一些最重要 我们要认知 没有认知这一点 你认知 这个杂里杂巴的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这个 各位 务必仔细读 第二呢 戏曲研究这奠基 像这个啊 第三页各位翻开来 只有很短的一段 佩欣你把它念一下 可是像中国戏曲这样优美而重要的文学艺术 尽为史之所不禄 历代政府由中央到地方 尽系之命令更充斥的欠 原故是 中国世代夫 以金石子籍为船后 世系取为小到墨迹 认为是不登大雅的低俗艺术 这种看法 纵使晚至民国武士运动朱君子眼中 亦不能免 其今日 台湾最高研究机构 居然尚有得高贡重者 赤之为没有思想 没有文化 所幸 有试之士 如名人王继德柱曲绿 李渔柱立峰曲坛 硬定了戏曲学研究的基础 王补文以宋元戏曲师等曲学武书 方才开辟了戏曲学术文静 林梅过曲主坛 南北词简谱等才记录大学讲堂 从此新传有人 如前仍那承袭无事一波 而后纵使两岸隔绝 而已按周一代之戏曲史著作 走进观堂而有 中国戏曲发展史 纲要等书 上海戏曲学院之 陈多戏曲理论研究 山西师范大学之 黄雄三 戏曲文物研究等 更能语义门徒 更有巨著佳篇 其所在地 皆具规模而俨然成为戏曲研究重症 素使戏曲学成为大学之重要学科 而其春风话语陶李成林 更促使戏曲研究欣欣向荣 于今浊然有诚以为显学 而海峡死岸 经由追随政府千台的宏儒大师 努力播种 辛勤培育 用心述作者亦不乏其人 如齐如山先生 国剧艺术会考 于大刚先生 戏曲宗恒坛 汪金昌先生 取学历史 以及先师 郑英博 景武从编 龙渊数学 北曲新浦等 先师 张清辉 明清传奇导论 清辉论学集等 皆能寻意方圆 鉴定规矩 从而起敌后学 其能弟子 亦多能追述提要 拿书纲领 延不塑留而渐入新枝 方伟文章 是台湾亦成为 举世 不可忽视之 汐曲研究中心 好 像这一段 非常简单 但是是不是把两岸戏曲的 研究的一些先辈 都照顾 而且哪一首大学 是以什么为怎么样 以哪一个戏曲里边 哪一个部分的成就 做代表性 也都说了 那 现在两岸 大陆的情况 当然也要说说台湾 那我本身是立足台湾 所以在台湾方面 就要说得更多 怎么样 更多一点 然后呢 既然这个文章你写的 要不要催催住址啊 也要催催住址 否则的话 你要写这干什么呢 所以 本人的戏曲研究 占了偏无 要比前边总体 当然要怎么样 要多一点 这个就是 把他们的研究引进来 好 你把这一段 因为不多 演练一下 成为上无所云 戏曲历史久远 种类繁多 戏曲又为中俄之文学和艺术 戏曲的资料更包括文献 文物和调查 访谈观赏 所以可供研究的论题 又如天上版新 这一本人为台北国家出版社所策划 主编之国家戏曲研究总书 其目前出版之105册而言 做观赏的问题就有 原生论 发展史 理论史 表演论 流看艺术论 创作论 批评论 剧种论 腔调论 杂技论 音乐论 悲喜剧论 作家作品论 文献学 文物学 性别学 填调学 中西戏剧比较 近现代戏曲史 戏曲研究之综合成果 戏曲与宗教等 至于与戏曲相关之个别题目 则不知繁迹 也就是说 戏曲研究已成为显学 名家辈出 朔果好繁 本人研究戏曲已53年 简典研究成果 1967年6月 以鸿生及其长生殿或台大文学硕士学位 1971年9月 以明达巨大论或教育部国家文学博士学位 同年刘孝任副教授 迄今未尝离开教职 未尝离开戏制 53年来 我的学术和教学范围 以戏曲为主题 而以俗文学 粤文学和民俗艺术为语义 简典总体成绩 有两本学会论文 和蒙人的新诗 原文三曲 说明义 台湾歌感戏的发展与变迁 中国古典戏剧的认识与欣赏 戏曲原谅心论 俗文学概论 戏曲腔调心探 地方戏曲概论 戏曲学 戏曲歌乐基础之建构等专书十二种 另有观设 戏曲史之奇康论文 153篇 集结于中国古典戏剧论集 说戏曲 说俗文学 诗歌与戏曲 参知戏与原造剧 论着戏曲 从腔调说到文句 戏曲与歌剧 戏曲本质与腔造心探 戏曲之雅俗折子流派 戏曲与偶戏 戏曲新论实体等十二书之中 而于戏曲歌乐基础之建构成书之后 深感应应 因为自己之戏曲研究做一种结 何况戏曲史是极大成的论著 具有中和性、整体性、有机性 周年广阔、头绪繁多 而本人既然以长久基建 也应当是为之 进一步研究 统合整理 补齐不足 参阅百家修订额务 齐齐成一甲之典 因此 但先提出 论说戏曲也尽使之见构 作为赚注之方针 以旧教方家 纠正我疏漏 可见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出建构的动机 一个动机 接着是戏曲史研究之 回顾与检讨 回顾 在戏曲进入学术研究之前 我也用了这么一小段 来回顾而已 这个对各位来说比较生疏 所以还是把它练一下 后边呢 我们再简单来说 有关系曲史料 因为古人情世记忆影响所及 清代以前流传后世的 只是展见于今世 野世 诗文集 与笔记从谈之中 大多为一些不经意被记录下来的 零片岁语 或似是而非的见解 但也多少有我们朱司马基的频率 和触发联想 譬如上书谣典 离记月记 焦特生 吕氏春秋 五月 楚词九歌 焦礼方向式 十记古迹列传 张恒西金复 葛红西金杂记 度有通点 吹命清 教语记 段子节 月辅杂录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 奈德翁 都城济盛 西湖老人 凡圣录 吴字幕 孟良录 周历 武林旧市 陶宗仪 错庚录 中四城 陆轨部 夏亭之 青牛集 周德青 中原音韵 旧题 宁县王朱全 太和正一谱 以及 后来被编为 中国古典戏剧 论著及成汉 历代曲画 从编中的诸家曲画 便是如此 若欲求其专题考树和系统论说 除金元人 燕南 知安 畅论 王继德 曲绿 神走虽度 曲曲绿之 青人 鲤鱼 利翁曲 谈 徐大春 月辅寒生 旁翻阻 离元元外 则 南于 徐密 俗姓百余年来 戏曲文献广为僧罗 为戏曲剧本 惠者出版 为戏曲作家 蝙蝠吏传 学到从高文典策 《瓷三》 徐海中 披上简经 殷晴更云 于戏曲史之 学术研究 亦逐渐花菜果凡 但就本年来朱家所专一之戏曲史看来 能够兼顾戏曲剧种演进史与戏曲创作理论 戏曲文学史戏曲舞台表演艺术史 而同时剧论之通史性著作基于不可求 也就是说朱家对于戏曲史所应论述的范围内涵多位一致 两眼同中有意各自为证 即就其戏曲理论研究而言 或初之以曲学戏剧学戏剧理论 明目其不一致其内涵范围又各有所见 至于戏曲文学所应采取之平治态度与方法 戏曲表演艺术所应挚有之内涵及其隐性情况 不只论着西上而且下落有多 也就是说今日之戏曲式持仍有重新建构与论述之必要 因此本人不传简陋 乃敢以戏曲演进史为题 以此专属写作计划 这个很简单 把古人研究的情况 分作两大类 一种是什么 一种就是宁经碎笔记式的点点滴滴 古人常常喜欢写一些心得 今天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记几笔 有没有用心去处理这个问题啊 几乎没有 但是它里边偶然给我们的触发 或者它看到当时候情况 给我们一种重要的这个什么呀 留存下来的知识马迹 所以也不能不知道这些东西 比较这个什么呢 有系统性的 就是刚才我们后半所说的那几本 对不对 王继德曲论以后 算一算就是曲子可数 而且谈了什么最多的呢 谈的是唱会 因为音乐家歌唱 是比较这个什么呢 可以啊 从音乐啊 从这个 这个 这个具体的音乐歌唱去分析的 那有些音乐家 他们呢 花在这一方面呢 就比较有系统 除此以外 我们近代的研究 等一下各位看幕 哇那真是多得很 但是因为资料零税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是因为有些人做学问 碰到古人 就觉得他们说的大概都对了 碰到你研究对象 即使插得不得了 你也硬要把它抹 把它这个装扮的 说有多了不起 常常有这样的一种误导 明明他这个作家 其实成就不高 但是因为没有人研究 你开始先给他研究 你好像为他要发掘 什么浅得忧光 那什么 但是他事实上没那么好 常常研究者就什么呢 够分了一样 这也是不对的 何况这个什么呢 资料很零碎 你要把它建过系统 是有些学者 都往这一方面尝试 请问尝试容易不容易啊 如果你建过出来的 第一不作用 必然下落很多 如果你层次不分明 必然杂乱无章 你要论述的本身 就无法成为一个体系 这种现象呢 确实最多的 一个这个什么局部的论体如此了 戏曲理论 戏曲演进史 戏曲剧种演进史 文学批评 这个戏曲文学的批评 戏曲艺术的这个研究 都已经如此 而你要把它综合起来 成为一个戏曲演进史 戏曲演进史 那更是怎么样 更是复杂 可是这样复杂的问题 我就是尝试如何 把它建过出 可以掌握 可以条理分析的 这个没落 主要是 这篇文章的 仔细在这里 接着各位看 通识性戏曲的著作论述 你们看 我总共列出了多少本呢 列出了43本 当然 这绝对不是一个完整的数字 但是呢 如果看不到 而不被我注意 大概呢 也不是非常了不起的东西 这个有时候我就有这个信心 你们有没有看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档 文革期间 有没有 第10到第11 这中间差了多少年呢 13年 这13年是 中国这个什么呢 文化 文学艺术啊 整个几乎空白的岁月 所以今天中国有这么样的 这个突飞猛进 是不容易的 我1989年第一次踏上 我们大陆 那时候很感慨 因为比起啊 我在美国呢 所看到的 说像美国的这种 交通网 高速公路 四通八达 咱们不知道 何年何月才能达成 五十年 我认为是达不到的 可能百年能追上 就不错了 可是百年之后 人家又怎么样了 你要追上人家要百年 所以那时候很惆怅 不过当我到这个什么呢 几个大城 像底特利 和芝加哥 还有呢 那个 这个华盛顿 哇 我看到黑人冲刺啊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 满街都是 而且 品味很不好 我们在里边都会来欺负你一下 尤其呢 都会伸手向你要钱 不过啊 黑人也有个好处 他不抢的话 你给他两毛五就可以了 我看到女生 我都给个一块了 有一次我半夜啊 从外边旅行回来 在一个这个通过 我住的哈佛大学 旁边的一个小公园 黑黑漆漆的 跑出来又好像是一个女生 他好好说 可不可以给他一根烟 或者什么 我说我没有烟 我可以给你一块钱 所以就给他 还有一次我和你们师母 一一走走 猛然跑出来 一个穿西装的黑人 我就给他五毛钱 类似这样的打发 但是我说 哎呀 这个国家将来会为这一些 你当人用来 做棉花 做奴工的人 要付出很大的 果然如此 现在他们潜在 可哪知道 我那时候是1978年 1978 现在2017 几年前啊 三十年前啊 对不对啊 还四十年前 还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你看那四十年之后 然后我最近到贵州 到内蒙古 到那个宁夏 这都比较偏远地区 对不对 可是那种高速公路 穿山越岭啊 而且一省 好几条 这个可以说啊 中红交错 好几年前 我到这个福州 福建省的统战部长向我说 曾教说 我们现在福建 盖五条 高速公路 一口气五条 台湾这个 从台北到 捷御 到机场 要盖二十年 一个隧道呢 也要搞个几十年 所以啊 突飞猛进 当时候 这个文革期间 我在哈吴大学 图书馆里边一看 早期 一些重要著作 扎扎实实都还有 文革那十年 就我去哈吴大学那一年 就是文革刚结束 看那图书馆里边 就找到一本书 大陆的出版品 各位知道 哈吴大学 购置这个汉学的 图书是 无所不用其极的 是收楼待见的 可是 只有一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 我记得很清楚 孟江你是一颗大毒草 这样的一本书 就是这个时代 所以一个民主啊 自己毁灭很容易 但是 要突飞猛进 也要自己建构 好 这四十三篇以后 各位翻开第七页 这个 重要的戏曲通史的书 那么我对于这个 这些书的这个 竖品 这些通史的竖品 各位呢 也在 反正念得很快 带各位看一下 你那边 那个还能不能用 再试试看 可以讲 好 上文说过 戏曲是综合的文学和艺术 所牵涉的层面和单元 由其创业维艰 更是难上加难 我们都知道 王峰为一生 从事曲学研究 旨在光绪 三十三年至 临国二年 六年之间 所著既有曲路二卷 戏曲考原一卷 忧语路二卷 唐宋大曲考一卷 曲调原流表一卷 路曲于谈三十二则 路鬼部教著 古剧 角色考一卷 戏曲展论十三则 宋原戏曲史等十种 前九种著作 都是为宋原戏曲史一书 所作的前置基础研究 我在靖恩先生曲学书评中 对其曲学之重要性解 指出 已给戏曲下了明确的定义 和言语动作 歌唱以言故事 二提升戏曲地位至于史传相等 三由对宋代戏曲的考树而认为南北曲形式与材料 南宋以全聚 四对原杂剧相关问题如分歧 八达原因 曲文家术 名家批评都有极重肯的看法 但我也举出可商榷的问题五条 认为应当修订的地方六处 但无论如何 最为重要的是 靖恩先生在曲学上所具有的三大贡献 即是 一旧学术意义而言开辟了戏曲研究的门禁 使戏曲从此进入学术的园林 二旧戏曲研究方法而言提供两点重要启示 一是以精实考证教刊的方法来鉴别和处理戏曲资料 一是先做基础研究 然后再融会贯通 诸为专书 这两点对本人影响甚大 三 就研究风起而言 首开戏曲史研究的潮流 同时启发中日学者 对戏曲展开学术性研究 好 这个靖恩先生 不管怎么样是开中主师也 所以对他要特别的介绍 像我这一段话 事实上我是发了两三万个字 这个靖恩先生取学术品这一篇文章 两三万字 才容说这样的内容 如果没有那两三万字做基础研究 我能说出这样的话吗 说不出来 如果靖恩先生不是用了那十几种 他的基础研究 他能写出五万字 送元细取史 那样子地有生的开山之作吗 这就是学术的态度方法 所以我说这两点对我影响很大 靖恩先生他是以全家之学 那就重视资料考证的功夫 我也一样啊 所以我研究戏曲时 那个当年没落的股价 那就是应用这个 那就是戏曲 剧种 眼镜石考树 各位注意考树 这两个字 不是叙述 而是考树 这个做骨架 因为现在一般写这个戏曲史的人 都是参考人家的著作 这个什么冬错一错 或者加上自己的 然后就一本书很快就出来 我搞了53年不敢动这个笔 就是因为要学靖恩先生的 好 这个 总计靖恩之后 绿人轻悟正而有 中国近世戏曲式 无为中国戏曲代论 无师弟子如前有明清戏曲式 徐牧云有中国戏曲式 他们虽然不乏可供参考 和影剧的见解 但皆指粗具轮廓 于使之周延脉络 均佛不足 而莫论历经艰难困苦 却能弃而不舍 终身投入戏曲史研究著作 且能大惊大劫 见狗蓝图 颇具影响力 而令人仰望的大家 则自属周一代先生 如前举目录 他的著作有其种之多 虽其间繁简有别 但如其中国戏剧史三卷本 中国戏剧史长编 中国戏剧发展纲要 三书其健康布幕 以宽称难能可贵之典型 若就周始中国戏剧史长编的 健康布幕而言 从大处看 不只是整个戏剧原生形成 与剧种发展变迁的历史 而且以注重其艺术之取要 声率结构排场和演出 而与其文学 以不妄论其文词与名家名句 此外 曾如其哲似周华英教授于 长篇在版序所说的 七种专注写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繁简有益 视角也不尽相同 但是有几个基本观念始终没有改变 其一戏剧为综合性艺术 场上众余暗头 其二戏剧为民族性艺术 强调民间创造 其三戏剧为社会性艺术 控制历史的眼睛规律 这七种专注中最为想辈 最能代表他学术成就的 当属中国戏剧史长篇 也因此 宜白先生之 去论戏剧史便能凭证通达 众其肯庆 他的著作也成为我步入戏剧研究时 视之为经典性启蒙之书 周氏同时获之后 如郑正、董美坎、农明之 快佩余威名、余从魏子云 叶树八、郭龙兴、杨世祥、前面孙、余秋雨、马温奇、温法、李林等 所著大底区与简略通俗 目的旨在作为初学之精良 又如夜长海、刘彦君、雪君榜、李日新等所论述多采用一般 以时代这种作家作品之方式 亦为导演初学入门之作 其采取特殊角度或方式 议论戏曲使者如刘涛宇、刘丽文 偏向戏曲文学 前念孙与罗念孙 运用张魂演艺模式 吴伯钦分百期 每期自成单元 徐序渐进 王永宽、王刚、王汉明、刘其玉等 助为边年式 田仲一城强调祭祀礼 赵山林从传播接受建立新观点自成体系 夜长海、张吾海标示为插图本 要跟2014年新注意形态 枪种剧目演出艺人点击交流期单元别开一格 他们都用力别出新台 为戏曲做不同的史论和史观 而要特别介绍的是以下三书 其一是张庚富汗城主编的 《中国戏曲通史上中下三册》 此书是上世纪影响两岸最大的戏曲史专注 台湾许多大学用作造材 但此书的学术价值在大陆早已遭到质疑 2000年之初上海戏剧发表一篇 《潜海学派经安在》 《潜海学派指位于北京前海西街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 也就是甘叔的主要撰写群 中国戏曲通史的作者在论战中已经承认 此书的写作有历史的局限 同时材料所见也有限 可见该书却已过时 因为该书在马列主义的主导下 对于戏曲之兴衰变迁 与作家货品之评价 莫不迟阶级矛盾 人民斗争 封建毒害等作为全市观点 影响所及使多数大陆学者形成一股风潮 今日看来实在不忍足度 该书最主要之贡献在 《舞台艺术观点》等写出 和继周一白中国戏曲史之后 对清代地方戏曲的重视 但前者存在不少 含混不清或资料将贷不明的问题 最明显的是对易阳枪剧本的界定 既为说明认定之标准与政治 又有些和余妖枪剧本相混 因此就动摇了其对易阳枪 《舞台美术》的理论基础 而后者则未能凸显金巨之的主流地位 因之谱贤草草 而若再就使的立场来检验该书 其原生与形成之基准位立 何能定位脚底系 与参军系为戏曲之起源 而参军系之敌派宋杂志与金院本 其实与参军系体内相近 又如何是宋金杂志院本为戏曲之形式 形成 南系北剧发源于成立之实地 皆未能明确论定 只作行政书名 甚且不知南系再先北剧再后 上年席名人北曲为先 南曲为后之错误观念 南系北剧交化后 产生混血之传奇与南杂志 却未易语道疾 由其论昆逆腔 亦可知其不明腔调原生 流获发展之邦 更不知体质具种与腔调具种之 分野语互动之道 其二是讲终其中国戏曲演技与变革式 其在论述方法上 戏因群戏曲 这种的渊生形成发展衰落转变而序论 打破朝代划分的指约 条理自成脉络 合乎其书名所接诸的 演进与变革之历史发展指示 从全书看来 讲世是扎扎实实的 来论述戏曲的演进与变革的历史 而且还兼顾其艺术与文学 他不能截取诸家训研究成果 作为其论述的主要内容 譬如有关年杂志 尤其是男杂志的章节 辩论彩节 本人名杂志概略的精华 所以能耀言不凡 调理明星 但是他全书九编中 用了四编来论述中共建国以后的 戏曲改革历程 天福激战五分之二 所占时间不过52年 不免过分降于京 其指趣也不过在强化毛泽东发动 并参与的戏改运动 而由此 雀也令人动足毛氏假见戏曲 以对其政治斗争的目的 譬如对小戏大戏戏曲戏剧未有明确分野 对九歌在戏曲时尚之意味 未及重视 于宋杂剧 今月本 月妖妖末 北剧之间的原生形成脉络不明 将名人篡改之原杂剧剧本 当作原杂剧本身之发展 于难取戏文字渊源语形成 未能系统论述未能考证成立之实地 以至南戏北剧之先后 难有言习名人北先南后颠倒错志之嫌 于南戏如何顺便为传奇 以未能做明确之分野 论京剧之成立 于灰汉河流之时代太晚 虽然瞎不掩瑜 将是对于戏曲之演进与变革式 无疑是很足以令无人参考者 好 你看 各位论述到这里 把那几十种的 入门什么之书 一笔带过 对不对 挑出 为什么三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三就算多了 挑出三个大头来 尤其是张庚 郭汉成 在大陆的地位那何等的高啊 我对他们当然很尊敬 两位我都认识 尤其这个郭汉成也常接触了好几次 当年这个张庚先生 我要请他到台湾来的 可是他的地位的关系他不敢来 这不能怪我 这个是什么 但是他的书 在我心目中确实如此 如果在这里来批评还不敢说出来 那在大陆更没有人敢说 那是不是对 也许有人会骂我 那学术本来就可以互相讨论 论辩了 好 那这个 何乎戏曲能够打开朝代 现在所有的戏曲史的这个研究写作 几乎不敢打开朝代 可是这个戏曲的研究能用朝代来划分吗 就像一个文化的眼镜 能够用这个朝的截然来把它分野吗 所以呢 蒋宗奇先生的这个书 他能够打破这个什么 他能打破这个时代 这个什么 已经了不起 可是他的好处是 能集中人家的研究成果 而他自己没有下很大功夫 去做自我的研究 他等于是截取人家研究成果 来论述 你自己有研究所得的 和截取人家成果来说怎么样 是有差别的 就好像这个是你研究出来 这一棵树是你种出来的 因为特别提出来你看 廖奔刘彦去中国戏曲发展史书品 请问他单独一截 表示这个书是怎么样 是公认比较详细比较好的书 好 我们来看看 他夫妻两个和我也是好朋友 好 好 其三是廖奔刘彦抗礼合著的中国戏曲发展史 由出版至两千年戏目写为之 乃是一部最为完备而提大司机的著作 其全书分四卷 卷分上下而编 即发编 编目依次为原始戏剧与初级戏剧 又分七张 戏剧的形成九张 原剧与南戏九张 明代声枪演变与舞台发展九张 明传奇与杂剧十张 清代地方最种的兴起与舞台繁荣 清代戏剧创作与理论发展十张 总共四卷八编六十三张 每张六分二三节到七八节不等 即此已可见其架果庞大 即此招演完备 面面俱到对于戏剧史的赚注 廖是抗力除照顾其所谓原始戏剧 与初级戏剧剧种的原生及其发展 形成与变迁 又论述南北戏剧之重要作家作品的文学艺术品评 与明清戏剧里入外 以兼集 蚁人 剧团 剧场 以及 模具 墨连戏 墨戏 影戏 等其所谓特殊戏剧样式的论述 其论述没以文物证据文献 最具特色 所以廖是抗力此书 不只教诸前此类 前此同类著作 堪称后来居上 其实其后之戏剧史探讨内涵 除蒋中其 以演进与变革为主轴 论述剧种之发展史教之 别具特色外 并 居难忘其向背 但是 此书就戏剧史而言 如果拿责备贤者 积探挑补后的立场来细将检验 其 则其可疑者 有以下十一关 其一 有些基本性关键词为明确 介意 譬如 戏剧与戏曲 虽然书中有原始戏剧与初级戏剧之分 以南戏为成熟戏曲形态的形成 但 因其介意为明 以至其间之退以眼镜 所应聚 至有之要见 也就谋不清 同理 戏剧而有原始与初级 初级而有雏形 大圣 特殊 戏剧样式 最后阶段之别 其间之分也如何 亦未有所书名 此外 北杂剧是否为成熟戏剧之一环 北杂剧如何转变为南杂剧 南戏为如何发展为旧传奇与新传奇 其名义当如何定位 何调腔调如何原生 其与体质剧种之关系如何 如此等之概念未能明确 自然妨碍戏剧之原生形成发展 序变之论述 好 各位看来 也就是说他书里边有一个很大的 内在的问题 就是说 他对他的叙述 的一些关键词 有没有明确介意啊 没有 他只是他心中想当然了 你没有那个介意 那由这个名词转移到这个名词 自然就会模糊不清 而且统序呢 也不会这个条理紧的 所以这个是我11点 这11点的论述 都是类似这些的 第一个是他名义的问题不清 所以他里边的论述 你看把这个 把什么什么 原始戏剧啊 初级戏剧啊 还有这个 这一些分野 什么叫原始戏剧 什么叫初级戏剧 你要给的条件啊 否则你怎么样去论述它呢 那何况下边我举意的许许多多都是如此 到7号 其二 南戏北剧之代戏曲 若以戏曲比中华大帝 那么北剧即如黄河及其流域 南戏即如长江及其流域 长江黄河之脉动中华大帝 就如南戏北剧之推展原民巨坛 其重要性可想 但由于史料缺乏 近代戏曲使家对其渊源与形成 莫不与淹不详 要施抗力虽努力探索 但侵入点或未及精准 又未能从综合两面加以关照 因之即未能 只成其原生形成之历程 亦未能终言论述其机理之构成 其三 前隆以后地方戏曲之所谓花路满坛 虽分批杂成 但其间自有共同原生与形成发展之道 又从中脱颖而出至七皮二黄 如何结合为皮黄而成为精致 量势抗力之书均未及梳理 其四 量势抗力未有戏曲巨种之概念 其类别由艺术质性 分而由小系系统、大系系统、褒系系统 以体质规律为基准分 而有历代体质巨种 以腔调基准分 而有体质巨种引申或胃流之腔调巨种 因之未能以小系系统之发生 作为戏曲制源头 以未能以由小系发展完成之大系为戏曲制形成 亦因之未能以南系北剧之交化 而关其细变为新旧传奇与南杂剧短剧之历程 以未能说明 何以同依以昆山腔歌唱之腔调剧种昆剧 何以含瓜南系传奇 甚至北剧与南杂剧等体制剧种 而难以南系变题说明南系珠腔之现象 其五 这吊式抗力未能观察系曲歌乐结合所产生的两大类型 为试弹器板腔体与词曲系续排体 前者如胞子腔系聚种与皮黄腔系聚种 后者如昆山腔系聚种与蚁羊腔系聚种 而试弹器板腔体可以发展为词曲系续排体 词曲系续排体 亦可以破解为试弹器板腔体 自非料是抗力所能不及 其六 词曲系续排体与试弹系板腔体 实为戏曲文学艺术亚俗剧本也 各居其一各有其直信 就艺术人工制决而言 亦有宽言之别 由此而试弹系板腔体之剧场中精带演员 亦以其创墙之特色为基准发展形成为流派艺术 而词曲系续排体之剧场中心在剧作家 亦以其割乐载体取牌中之词律为核心而关其成就之高下 六 那是抗力意味不及 其七 戏曲文学之特色 因时代应聚众而各具品味 且生贷有生贷之剧 尽仇有尽仇之仓 不可一概贫质 而人体观之 当符合建构贫质之态度方法 当有凭证功法之观点 那是抗力 于此 亦不缺如 戏曲艺术因时代应聚种而职性有别 然而其所形成之职性 因如何为写意 其构成写意之美学基础与表现原理为何 其天又因构成戏曲之中元素 所保质的种种职性 其余戏曲艺术又产生何种 或良或语之影响 凡此如能探究明白 当能为当代戏曲之取向 观照出可行之康庄大道 此时为戏曲史研究要义之一 而料事抗力亦未能顾及于此 其八戏曲结构之概念 五之学者大抵指现于戏曲棺木情节之布置 清粗戏曲理论大家 理于为戏曲以结构为第一 依不出戏曲棺木情节之张法没落 与针线起伏 实则戏曲结构兼具内外在结构 外在结构为其体质规律 内在结构为其排场处理 前者为体质居种所特有 以之作为居种之分野 后者则为居作家 所以运其巧思之手法 而两者之间 外在结构必然制约内在结构 也因此 论戏曲结构当内外坚固 方能得其可庆 而戏曲之内在结构之排场处理 其总体概念为 所谓排场是指戏曲演员 通认角色 办事人物在场上所表演的一个段落 它是以情节的轻重为基础 在调配适当角色 安排相称的曲套 穿戴合适的穿冠 通过办事人物的演员之唱片 作大而展现出来 旧观目景景的高低潮 以及其对主题表现所观设程度而分 有大场、正场、短场、过场四种类型 旧表现形式的类型而言 有文场、舞场、文武全场、捧场、群戏之别 旧所显现的戏曲气氛而言 则有欢乐、游览、悲哀、永远、行动、肃琴等六种情调 后二者其实是依此于前者之中 因之标示排场当真着着三种情况 然后才能充分的描述出该排场的特质 而量师抗力在任数剧作时未能顾及一次 其九 角色在戏曲为重要这一环 角色可以说是一种符号 必须演员承认角色办事人物 然后其意义才能完全彰显 所以角色对演员而言 在象征其于剧盘中的地位 与其所应有的艺术修为 对剧中人物言 则在象征其人物类型与直戏 就因为演员所办事的人物之间 有角色介入其中 所以在演出时就产生了 即投入有疏离的现象 然而角色六大刚行 生诞静默丑杂志名义缘合而来 其分化之脉络线索如何 不同趣种之主要角色何以不同 凡此皆为戏曲史家 所谓经义者 而妙氏抗力及时顾及 亦未尽周年与政权 其时 立方戏曲晚明以来 其滋生者如雨后春笋 而其少戏至元戏 从而发展为大戏 以及大戏之进一步成长 皆有进入可循 而戏曲史家皆未能错异于此 料是抗力战略及地方小戏的普遍兴起 与花雅之争 但疏漏之处普通 其时一 晚明清出戏曲 折子戏以大行其道 但折子戏之名义如何 其原生形成成熟与衰老的不同阶段 各自如何 凡此因为戏曲是探讨的重要课题 而却为史家所忽略 料是抗力以未能俗 至于老实书中 岂可修订处亦有五十七处 卫省天福在此不一一允事 料是抗力之书 如果子戏谨愿 尚且由此诸多一一之处 所以欲求戏曲通史之事 为经典 真是难呼其难 而若纵往百年来 戏曲通史之研究 所存在根本且主要之问题 为解以上之论述 则其为目落他者 概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戏曲如何渊源与形成 又如何发展 其二南戏如何渊源与形成 又如何流过 其三北戏如何渊源与形成 又如何流过 这三个问题类型相同 但都是研究戏曲史 不能不涉及 与不能不设法解决的问题 但就以出满之戏曲史论主来观察 则或必而不论 或语音不详处之所云 或设想为说 各持几件争乐不休 本人观察所以如此 则就定义问题 戏曲之愿愿形成于发展而言 有以下八点缘故 1. 何谓戏曲 何谓戏曲 未有明确之介意 2. 为名戏曲 由小戏大戏之别 小戏为戏曲之雏心 大戏为戏曲形成之面貌 3. 对于小戏和大戏 未有明确之介意 4. 为名小戏 以为多元因素 构成之综合艺术 5. 物以孕育 小戏之温床 为戏曲之渊源 6. 物以构成 小戏之主要因素 为戏曲之渊源 7. 物以渊源为形成果 物以形成为渊源 8. 为名大戏之发展 持有其腔调剧种 至流共为主要 亦可通过其体质 剧种之交化而产生 以上之八点 如果不辨明清楚 便会产生错误的论断 而不自知 而今绝大不数之戏曲史学者 却每每陷落于此 以致戏曲史之最根本 主要之问题 气味解决 其次就南戏北剧之渊源 形成汉流波此一问题而言 躺能从南戏与北剧之名称下手 其不然迎刃而见 因为南戏与北剧的众多名称 就和一个人 又有鲁名 上有学名 整有字号 学位 直称 龙贤一样 尤其每一名称 所代表的意义 则可观察其 整个生命史 这里和中国秦汉 魏锦南北朝 随唐五代 宋元明清历代一般 尤其剑号次第 即可概念其变迁过程 但由于学者 皆未能从南戏北剧之名称 作为探讨师切入点 于是就产生了许多无畏的 奇见和争论 而学者同样为名 以下三个观念 一 戏曲之始生为小戏 其成熟则为大戏 二 小戏为简单之歌舞艺术 可以多元并起 大戏为综合性质文学艺术 只能一元多派 三 剧种有体制剧种 与腔调剧种之别 体制剧种可由其腔调之流墨 而为腔调剧种 就因为有这些根本观念的闭塞 所以目前已经出版的戏曲史 也都未能解决 南戏北剧渊源形成与流墨的问题 而南戏北剧在中国戏曲史 就有如中国大敌上的长江黄河 是何等的重要 而近上人类不明如此 而对于以上这三个戏曲史 根本性质问题 本人已有野谈戏曲的渊源形成与发展 野谈南戏的名称渊源形成与流墨 野谈北剧的名称渊源形成与流墨 三篇入文 小语考树 好 各位 我这篇文章到现在还没有发表 虽然已经写了半年了 这个因为如果发表的话呢 敌人太多了 敌人太多了 但是我是有信心的 我不是这个无地放史 随便呢 说的 那么接着呢 就断代史啊 祭总史啊 这一些啊 就各位自己看 像你看我在这里边 我自己的第四 名杂局概论 第五清代杂局概论 还有这个史 台湾歌手系的发展已变迁 类似这一些啊 也都是或者后来啊 这个第十六月 第三十四 戏曲曲曲调出弹 枪调出弹 还有地方戏曲概论 都是这个聚总史本身呢 来研究的 也就是说啊 一个学问啊 中剖面固然重要 这个 横剖面也重要 那么各位再看到第十七月 第十七月 戏曲理论 极其远近史研究概况 与得失 这个出的书呢 更多 车在躲凉 所以各位把它念一遍啊 换换换换 尾声里来念 他念得太对了 这个呢 也各位念一念 我再做简单说明 因为这个是一个 戏曲研究啊 很大的一个课题 学者很多 著作很多 你看他呢 好像呢超过 我所看到的 加起来大概 一百多种吧 所以这个也要念一念 看我如何把它统塑下来 你们都可以从刚才的这个 佩馨 念我的文章 就知道它是一个高度的怎么样 统塑 和简及简要核心的批评 可是你看廖奔的书 十一点在这个什么 在学理上 没照顾到或者错误的 因为廖奔是很聪明的 他是很聪明 财情也高 可是他后来做官了 做官了以后自然就怎么样 就不太注意学术 那我只做九党的党魁 党魁是愉快的 是不必要有官了 要说那个假话 对不对 谎言 骗自己也要骗别人 这个内外冲突 你还能做什么学问呢 一个人的心灵不能够平静安宁 因为你说的都是假话 对外都是戴面具 这个等于这个以后把它删掉 上课再骂官了 但事实上如此 事实上如此 你看电视出来那些 哪有一个真的东西 真的没有 人戴面具 是连鬼怪妖魔都怕的 鬼怪妖魔都怕 我已经在柯郎上 一揉你听我这个故事不止一次了 这个人 戴假面具 妖魔鬼怪都怕 这个 这个 这个明代有一个剧本 就卖脸人 是谁呢 是神警 就卖假面具的人 他可以 戴假面具 吓坏了这些黑衣精 好 戏曲理论 就第十九月 戏曲理论 题为中国古典戏曲论筑成大为家会学者 1984年 1984年秦学人 宏座清有中国古典编剧理论资料汇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1989年蔡毅有中国古典戏曲续拔汇编 济南齐鲁书书社出版 1992年为服务 吴玉华由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而2006年至2009年期间 河北黄山书社出版 于为民孙隆隆教授康律主编之 历代曲画绘编 和唐宋元编一级一册 明代编三级三册 清代编五级八册 靖代编三级三册 共十二级十五册合成巨制 由此集成绘编 则中国古典戏曲学之基本文献可谓足以 对以上所举颇为航杂之古典戏曲文献 汇编总凡立卫所收取画凹刮 一记载戏曲的起源 形成与发展的十月并加以论述 二记载戏曲作家生平事迹 评创其创作特色 三记载戏曲演员生平事迹 评论其演唱记忆 四记载剧目并加以评述 五论述戏曲的创作方法与技巧 六论述戏曲调声韻 句式节奏连号等格率 七论述戏曲的演唱方法与技巧 可见内容虽然杂烂的小细红 但含长资讯非常丰富 好 可以披萨使记车 好 这两个 你要关注 我说的时候你关 这个 这里边那个尾符 那个符啊 吵这都一个试 读符也可以读肺 米肺 米符都可以 第二 就是说 廖奔 不是廖奔 廖奔 这个是一位敏他所提出这七点 都没错 确实有这些 但是 它里边呢 比如说这个戏曲者的起源形成方 那都不对得多 都错误的观念 那么戏曲的创作方法与技巧 这个也都不行 都不行 就古人来说 还有那个曲调 那个曲谱里边 曲谱所关照的 我们提出 八例 他们八例都还没有见过完成 所以这七点是 古代的那个戏曲啊 文献资料里边呈现的是有这些 但是千万注意 要引用它 细数 要有正确的考证和评论 比如说圣诞静默筹 这五个角色 我也研究过的 那胡说八道的是 可笑的很多 你引用它来说成现在 那就会自己都可笑 好 第一 古代戏曲文献这总体观察 这总体观察 这么多的东西 是如何总体观察 好 我向您再念 但是从这庞大的戏曲文献总体看来 不只有其呈现时代的重要主张 而且也有工作建构戏曲学的切当观念 例如就其重要的专书论注来观察 原代之安唱论开公调申请唱曲技法之说 中四城陆轨部保存作家作品之丰富实料 亦以乐集曲题北句时戏曲作家之论 周德青中原音韵史智北曲韵谱 兼集岳辅北曲陆派三声 平分阴阳以论曲律 堪称为曲谱雏形 甲仲敏怒鬼部续编为研究原名杂剧之重要史料 对作家作品亦有简评 《家庭之亲楼集记歌记》116人 术集与达官贵人之关系 杂剧之分类所善之记忆 而以演出杂剧为主要 明代朱全泰和阵营谱细微北曲 曲牌格律定式之首部北曲谱 其论曲兼集杂剧分类 作家风格及题材 及题材功能音律识调等方面 魏良福曲律术及腔调流变 南北曲之别 尤其唱曲技巧最为水魔调规念 徐为南词序路续南系之源流 巨木珠腔为极重要之系 曲识调 秦南区北调与晋为参君促音 亦颇聚参考价值 王继德曲律为第一部系统性之曲论 韩系曲起源 音律结构语言 风格与题材虚实诸论说 颇有可观之见解 神仅难取全谱 为首部难取取 海格律定式之难取谱 明能讲究格律者 莫不以神智为忠师 神从虽度取须知 讲究难取细曲中 唱念之格律 技巧与方法 其土音如反切之说 最得水魔调唱 其选所变额则装 无味悲曲 选所歌唱者 指名应用之字音与口法 吕天成曲评不仅评论 明代传奇作家作品 更是现存最古之传奇作家 略传与目睹 七一水魔调成立之前后分旧传奇与新传奇 会细曲史丽下剧种分野标志 安之恒更实于 阮校桥品为 戏曲表演艺术之见赏 提供许多重要理论 其标加远山堂剧品 与远山堂徐品 保存丰富知名的杂具 传奇之剧目与史料 其分品与简品译 有参考价值 千人礼于《闲情偶记》中取论 为元明清三代最具周延性和系统性 缜密性之戏曲旋论理论 含结构情节语言音律教习表演诸乎论说 堪称寻寻善诱隐能入胜 趋势 扭到阳南九宫正时 取材重视谷调 谷律惊奇迷移 含字述句述长短 评测声调邪运 增减字与增减句 聚中音节单双 语法对偶 章法逐律则 徐大春 岳辅传声认为具备定律 造格诗 正典礼 辨拔音 恩公调 正字音 审厚法等七项修为者方式 戏曲歌乐的专心之事 明初名家论著 王波维如前文所述外 则王继烈 引如曲谈之论度曲 作曲与谱曲 可谓总结前贤之要义 提论剧情与排场 游具慧眼 首开戏曲内在结构之说 无眉戏曲论文集 其曲论虽一种错前贤之要义 但其中国戏曲概论 实为戏曲通始之初心 所论提纲切 要领言不凡 语多重恒 有如画龙眼睛光彩试色 而能启人诸多发明 胡氏又是将戏曲引入大学讲庭之第一文 此外如胡子玉表演论志 胡子玉表演论志九美说 乔齐作乐幅之凤头 诸杜鲍威说 高明戏曲教化说 胡氏创作书份说 何良俊重律说 原曲四家说与本色说 王世珍琵琶拜月幽烈说 理智化功化功说 张茂循曲有三男说 丹田祖志勤说 顾启元戏剧朱腔肖肖长说 柠檬出尚无缘之本色说 孟称顺柳枝月江说 沈自尽吴江泰说 金圣汉以文法论剧说 黄舟兴曲有三男三义说 同上任戏曲信使说 黄图蜜曲难于词说 黄正平金枪音律说 宗庭魁传奇地位贵重说 交寻花步动人说 阳恩寿天词苦乐说 凡此皆可为观才之论 各位 你看每一本书每一个作家 都用几个字 对不对 这就是读书要能怎么样 建出它的地位它的价值 它虽然一本书 但这一本书里面的药益是什么 你读过以后 你马上能抓住 所以我们这个 要各位细读啊 是因为它是给你们做一个怎么样 最便捷的一个倒影 便捷倒影 然后再来看看 这个近代学者怎么研究这些东西 卫生 1960年代以后探讨戏曲学之论著 然而纵使以上所述 就戏曲学而言 鲁民人王继德已经条理井南 分门别类以论说曲题 亲人履于分纲顾目 缜密深入以建构俱学 近代王国为王继烈 吴梅三家 或于戏曲与史 或于曲率各有影响远大之成就 但若就整体周延性而言 不止履于上游缺憾 及吴梅亦未能周全 遑论其他曲化诸家 至多只略得片欲碎金 也因此1950年代前后 由于曲集的搜罗堪行 尤其1959年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至今较出版 使学者研究 凭借友方 纷纷投入探讨 1961年 著兆年发出 重视古典戏曲理论的研究的呼吁 谈凡中国古典曲论研究的历史 回顾于展望为六十年代初期 古代曲论研究已有全面拓展的趋势 汤贤祖 神井 徐卫 潘志恒 王继德 李渝 金森探等曲论史上的名家 都有专门的研究论文问世 短短的几年中发表了有关论文三十余篇 而令人二晚的是1968年 文革如排山倒海而来 十年间中华传统文化摧残殆尽 其如长叶炸肉曙光 则有待八零年代 八零年代以后不数年 有如大帝春回 对于探讨古典曲论之著作 通史 段代史 文体史 专题史 专家与专书研究 乃至词典 巨目 资料汇编 不不如以后春水 莫不产事古人经历 八雄其潜德幽光 家汇后学 数十年间红篇巨著 光药曲弹者 堪称林林总总 而其著为专书 为本能经年所知者有 以上六十五种 本能手编所见之著作 黄年甫 戏曲重弹 戏为初学入门导影外 齐森华曲论探胜 李克和明清曲论个案研究 王继思 玉伦宣曲论新编 玉伦宣曲论三编 傅熙华 傅熙华戏曲论重等 皆为哲曲名家民著论说 夜长海曲律研究 培论中原音域 吴书印曲品教著等 以专家专注为论述对象 张根戏曲艺术论 朱光荣中国古代戏曲艺术论 傅锦 中国戏剧艺术论 下写时 中国戏剧批评的产生和发展 论中国戏剧批评 朱万数万明代戏曲评点研究 曹蒙中国古代戏剧的传播与影响 李志远明清戏曲续拔研究 余为明中国古典曲体文学格流研究 王耀华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学等 是单元性问题的深入探讨 其为双原论者 如叶长海曲学与戏剧与学 安葵戏曲理论与戏剧思维 刘其玉古典戏曲创作理论与批评 吴瑞霞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与批评 兼能辨其分野与关联 亦有不凭借古文献但以经典戏曲剧目演出者为对象 以见其论说者 卢高宇古典戏曲导演学论集 陈又伟戏曲美学探索语 戏曲表演概论 阿甲戏曲表演规律在探 黄克堡戏曲表演研究 黄赛敏戏曲导演概论 朱文向中国戏曲学概论等 而其欲求建构体系 且以求以收言以见通论者 则有谭元才中国古典戏曲学论稿 徐珍贵中国古代戏剧统论 赵山林中国戏剧学统论 李克汉中国戏曲学研究 谢柏良中华戏曲文化学 其依时代序论以见历史发展者 则有叶长海中国戏剧学时告 谭繁语录为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 李昌吉中国古典古代戏曲学史 余维明与孙隆隆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宏论等 而其为断代者则如陆林元代戏剧学研究 三戏曲艺术论之著作素品 以下进一步来比对这些类型相同的著作 举其树立以见其论述的范围和方法之一同 譬如就其论戏曲艺术而言 张根戏曲艺术论 朱光龙中国古代戏曲艺术论 附锦中国戏剧艺术论 由其纲目即可看出三家之论述是多么的各自为政 朱氏简直把戏曲因素做无限的扩大 其中除明显的三两篇外 在他心目中几乎把对戏曲的相关论述都包括在内 张世伟早期大陆戏曲界的领军人物 其所论述如巨师的形式、语言 从书情名歌到唱腔 音乐性与戏剧性的矛盾 音乐的整体结构问题 演员创造角色、程式与行当 人物造型、时空观念、导演在创造等 都切合戏曲艺术的范围 而不仅是当今后期之秀的佼佼者 其所论述如综合艺术、演员中心、音乐特殊地位 叙事与抒情、综合含蓄与悲 幻觉与虚拟、人物、角色行当、神断与道等 虽然也尽在戏曲研究中 但若将之与张氏比较纵有近似的论点 但也明显可见其对戏曲艺术的直射远合 注者于2006年前后曾以张干生中国戏曲艺术 阿甲谈平剧艺术的基本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将跟漫谈戏曲的表演体系问题 黄克堡戏曲舞台风格 驻兆年古典戏曲编剧六论 谭佑德戏曲表演美术探索 将跟郭汉成主编中国戏曲同论 曹其明戏剧美学 吴玉华古代戏曲美学史 周玉德中国戏曲文化 沈达仁戏曲的美学品格 陈多戏曲美学 陆应坤戏曲艺术论 吕孝平戏曲本质论 董建马俊山戏剧十五奖 刘文峰中国戏曲文化史等十六书 来观察朱家所论说的戏曲直信 其所论集的自然参差一同各有所见 大抵是其论集戏曲程式性的有八加之多 写意性的有六加 虚拟性的有五加 综合性的有五加 其他疏离性 节奏性 夸张性都只一二加提及 而吴玉华从审美的角度论述 李健 马俊山从整个戏剧面加以观察 更能自圆其说 而吕孝平但从书情室的层面剖析戏曲 未免天下 韩佑德认为戏曲是现实主义的伴美创作 堪称别墅一致 而若为其中论述较为周延者当推审达人与陈多 审适合其专文专书观之 并举出诗乐舞的融合 节奏性 虚拟性 程式性 疏离性等五方面 以论戏曲的特质 程式亦能以歌舞乐为主体 因此以论戏曲之本质 故意能自见缜密的体系 然而逼者以为以上诸家均未能首先分辨戏曲戏曲戏曲之分 戏曲又有大戏小戏之别 论述时每每混淆一同 因之未必是纯粹的戏曲之大戏本质 又戏曲之本质 时原生与其构成之因素 因素之属从 又影响其本质之贤惠 倘不由此切入 恐难建立张明教著之同序 难免落入摸象之偏事或叙述之杂乱 而诸家坡不能经历于此 此外也有因构成戏曲之其他元素 所引起的现象所产生的次要实性 凡此均已见卓文中国戏曲之本质 直不跟罪 为此 诸者难敢在诸家基础之上 从不同的观点切入 建立不同的论述方法 认为戏曲的直性在协议 以歌乐舞之融合为美学基础 透过虚拟 象征 程式 三原理而展现其歌舞性 节奏性 夸张性 既疏离且投入性 相信这样的建构 也才能更周延而层次分明地说明 戏曲之性的实际内 同样的 诸者也在2013年前后 更认为戏曲有小戏与大戏之别 小戏即为戏曲之雏形 大戏即为戏曲之成立 则其间自有经粗版简与旧之成熟之意 也就是说其构成戏曲艺术之内涵要件必有所增长 其展现之艺术性度必有所提升 其间应当是逐渐演进的 而这逐渐演进的戏曲艺术内涵要件 及其艺术性度 虽然存在于戏曲剧种的内外在结构之中 外在结构定于剧种发展完成的体制规律 以此作为戏曲的载体 内在结构则在外在结构的制约下 经由剧作家之巧思妙韻 呈现其个人的艺术修为 然而真正将戏曲艺术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的 则是冲认角色行当办事剧中人物的演员 因此若遇探讨戏曲之表演艺术 必须同时考量戏曲之艺术本质 与艺术与演员之艺术修为 其各自是发展完成 即是其艺术内涵与演进历程 于是乃就故事、歌舞性、剧场三方面以探讨戏曲艺术本质之内涵演进 从大戏之唱、作、念、打、丝工 理论说戏曲演员之基本艺术修为的演进 既不宜演员、角色、人物之融合 色意双全、形神合一之进阶、讲究戏曲演员、艺术之完美修为 由此而获得以下几结论 戏曲演员之表演艺术内涵 根源于构成戏曲之元素 及其所形成之戏曲之性 虽然戏曲有大戏、小戏之精粗 剧种各自之差别 但就演员之艺术修为而言 前显所归纳之士工无法 实为此中之不二法 所谓士工及唱作念达 唱念在咬字、涂音与行枪 讲究刺青、昌醇、版正、行枪在传情动能 其间则有赖于天然音色之执性 以扣法之运转 作打则在手眼身法部无法之造诣 以肢体、语言、行精妙之资源 也就是说戏曲演员表演艺术 这是一本修为不外歌与舞 而歌舞性也正是戏曲之艺术本质 而演员之进入戏曲艺术 莫不因材质而以角色魂科 资质出类拔萃者则可以两门三门报 其不适出者则可以混亂不当 戏曲由于历代剧种之地善与发展 其艺术之内涵与群众自然有所演进与便衣 譬如小戏基本在踏摇 角色由不明显到二小三小 北曲杂剧由说唱艺术一遍而来 重在歌唱 身段动作尚且在于配搭歌唱 但以剧科范成事 角色末诞之命意指于独唱全剧之男女主角 进角但为插歌打混 我男女性别之分 直到传奇才发展为歌舞月龙而为一之综合艺术 其作工以其精致 但源自武术杂技之打 则又待于金句之完成 然而纵使戏曲表演艺术已如此较人眼花缭乱 不论其表演艺术之境界 则闻人眼中莫不以形神俱化为之上 而其艺术纵然妙诀 若其色不相秤亦中非完美 因此完美之戏曲表演艺术家 既要得之于人又要得之于天 乃能色异双全心神合一而成为世人成道 仰望难于世出的典范 各位可以看出我的批评主要是什么 强调自谁的态度方法 那么同样一个问题 一般都是见其所见 然后论其观点 而没有做一种全面的观照 上个礼拜我和各位说过的一种鸟看式的掌握 对不对 还有一个深入性的探讨 这两者是必须要同时具备的 你方法正确论述出来了就有独到的见诸 学术的这种真正的成就 是在你的什么 言人所未长连 见人所未能见 这就是创法 创法才是学术真正的目的 其实我们这个有这样的这个问题 你们会看到我一下用笔者用注者 这是我在写的时候 一方面想到了是这一篇要将来全书的 的一个一个总论导论里边 所以就变成注者 可是他有单篇的想要发表就变成笔者 其实全书就用注者 单篇就用笔者 一般的文章就用笔者 而我这里面一下子带 刚才看了才知道我是心态上还没有定义一尊 所以一下子笔者一下注者是这个缘故 慈离 我Har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